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时政评论 徐克,变天出现新预言,习货严防南方 2024年进入第三个月,在中国,人们刚从并不快乐的黄历新年氛围中走出来 中共正在准备劳民伤财的二会 3月1日,山东德州一名男子,一位报复社会和农药罪嫁撞小学生 撞了大约40人,已知其中7人死亡,赵氏司机也已死亡 这只是今年以来连番人祸,给人以血色中国印象的其中一幕 历来,民间的人心衰败和社会的动乱,和朝廷暴虐统治 当政者无德是紧密相关的 人心思变,现在许多人在判中共这个党王 讨论中南海何时变天,相关的预言也经久不衰 旧的预言听多了,有些验证了,但有些令人失落 新鲜的预言不经意传出,有时可能被我们忽略 比如去年底我看到过一位出身家传600年中医世家的吕英中医大夫的预言 提到中国南方可能有类似地方诸侯造反的事变 我并不认为看人间变动要靠看预言,因为变数太多了 所以看到此预言时,我深不以为然 但近日,一位刚从中国大陆论出来的老朋友告诉我秘密内情 南方某些准备已久 这让我不得不正视 变天预言,南方战火和新势力 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女士出身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 她不仅是安医道,也对医学有独到的研究 去年12月27日,她在海外精英论坛推算中共国运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希望人们屈即避凶 舒荣用周易推算 2024年地上的能量和天上的能量,星体的能量对冲 全世界都是战火四起,而且还会有新战火出现 需要留意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 2024年,中国内部政治上的战火也会升级 习近平成为重视之地,他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 而且,南方有一股反政府势力会越来越强盛 但2024年他应该不会下台的 他说,到了2025年,习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 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非常迷茫 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是抛弃中共 还是继续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 但是很快就有高人来指点他 他就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 有更多人帮助他,正义的力量都融入进来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逐步地清理 让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清零的状态 到了2029年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工作就结束了 这时,大家就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中生活 中国人才开始真的活得像个人 有道德,有尊严 殊荣的这个预言,个人认为首先就世界战火的预测 符合天下大势 南方国家,可能是指所谓发展中国家 但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南边 现在中共国在南方,中非,然后是中印都可能升起战火 至于台湾,则是另一种战争的表现 可能比明着来的战争更为凶险 再来就是中国内部 习近平虽然经历二十大,进入三连任 清理和收编了政敌派系势力 或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 但是其统治又有了新的问题 最主要是习自己臭招连连 之前搞了三年引发天怒人怨的动态清零政策 称坚持不动摇 然后自打嘴巴无预警,放弃封控 巨量百姓因此染疫死亡 光这一招,习已经是人心尽尸,权威尽尸 再下来是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衰败 面对这一公开的事实 当局一边公布假数据 一边只许唱《经济光明论》 不顾人民失业高涨 不切实面对问题去解决 而地方债反应财困严重 也让所谓中国脱贫人间奇迹谎言 曝光天下 在这种形势下 习家军已开始内讧 没有人真心忠于习 只是为了利益暂时苟合 用知名评论人士王鹤的话来说 就是,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权力达到了顶峰 但是他的权威 他的影响力到了低谷 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 对照这种情形 书荣的预言也就有更多的准确性 取代习的人是谁 书荣说将要出来取代习的人 可能是体制内之人 个人认为未必是以升上高位的习家军 而很可能是中层的有大智者 他们早已读过《九评共产党》 可能秘密结成联盟反习 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 10月13日 中国出现一位义士彭仔舟彭力发 他在北京四通桥挂坝习反共横幅的抗议 横幅上的口号已成为世界名言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还有一句罢客罢工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流传网上的彭在周正纲文书显示 他呼吁全国军人和警察 像蔡厄、李列军、唐继尧一样勇敢 不要助纣为虐 不要为独裁者卖命 不要为独裁者当炮灰 1915年民国四年年底 蔡、唐等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迫使袁世凯取消地制 当今中共党魁修宪 破除连任限制 也常被比作袁世凯 尽管中共全网封杀彭在周口号 但相关信息一年多来 持续在中国大陆秘密扩散 一些地方墙壁和电线杆上 甚至学校的厕所里 曾经出现响应和跟进 彭在周抗议诉求的手写 和打印标语传单 我们无法知道历来被称为党卫军的中共军队中 会否出现蔡厄式的军人 但国内从基层官员到企业富豪 从一般民众到大学生 都有许多人知道事件 并且内心有所触动 相信中共高官 包括军队高层 他们更加清楚 另外 殊荣预测中 也不排除取代习的人是体制外的人 这个面就更广了 基本上是全中国人都在内 人人都可反习反共 俄罗斯裔领袖纳瓦尼 Alexei Navalny 上月在狱中突然离世 外界多认为与普京有关 纳瓦尼葬礼3月1日举行 引发大规模纪念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人们开始讨论 谁会是中国的奈瓦尼 如被判刑18年的任志强 已被强制失踪6年多的高智盛 还有许志勇 丁家喜 余文生等被囚禁者 当然 如果有人成功颠覆中共政权 高智盛这些议者 却有可能被推举上台 让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但在铁牢之外 谁能成为推翻中共和习近平的新势力呢 殊荣预言指向南方 我为什么对于南方有变天新势力 有所相信呢 一是基于传统 中国南方从清末以来 就是变革或革命的热土 无论孙中山早期的活动 到武昌起义 再到护国战争 北伐战争 即便是中共自己所谓的改革开放 也要在南方开始搞 另一个令我期待南方启示的原因 就是本文前边提到的 刚从国内南方省份出来的老朋友 他告诉我 他们这些富豪的秘密圈子 虽以文人为主 但是也有体制内外各色人等 包括中层的官员 甚至有看守所的警察 他们常年智慧 在做些革命的准备 并认为自己首先是启蒙者 这让我想起2022年白纸革命 那位在街头带头抗风控 喊出不自由无宁死的中年男子 还有那些在街头做演讲的年轻大学生 老朋友说 他们中部分人选择出来了 但主力还在 特别是体制内的也出不来 干脆作为卧底 担心倒台 习或严防南方 专制政权的现实是残酷的 改变这一切 有人选择非暴力革命 但有条件者会选择政变或兵变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当下南方诸省份的地方大员 我们暂时看不出 谁有胆气 有能力成为反政府的首脑 关键是习早已提前收了兵权 在习近平2016年军改重整军权 连武警和预备役都收归中央之后 地方大员要造反很难 不过习近平军改后 组建的军方高层人士 过去一年又崩塌了一大块 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 火箭军司令李玉超都出事了 故此 无论外界一些人怎样帮中共宣传 习近平军中权力如何稳固 那都是假的 习近平野心勃勃 还准备在南方挑动战事 特别是台海 这几年南方的福建和广东 包括香港 已成为攻台的基地 然而 一些有大志的将领 隐忍已久 等待这个可以反戈的机会 也可能就像武昌起义一样 到时一些新兵临阵滑遍 就可触发中共政权崩塌 习和毛泽东类似 表面上鼓吹无神论 骨子里却非常相信中国古老的预言 维基解密曾透露 习近平相信超自然力量 而预言就是超自然力量的人间文化表现之一 对于反叛在南方的新预言 习可能早已掌握 不排除他已经下令严防南方 首先盯紧高官大员和军队武警的高层 但这可能更加引起内部反感 中国短期内变天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大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